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5日 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在微博上发了一封 号称是来自一个陌生的中国人的男性 一页半用手写的 这个就比较奇怪 现在一般的人很少还说用手写来写信 一般说要发信的话都是用电子邮件就这么发过去了 对不对 如果说要比较郑重的寄一封纸质的信的话 通常也是先在电脑里头输入好了 打印出来签个名也就完了 所以很少说是用手来写这么一封信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以色列领事馆的想法 如果说登出来的是一封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封打印出来的信 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是造假 对不对 所以就登一封手写的信来证明的确是中国人写的 但是这封信 它其实也是先在电脑里头写好了之后 打印出来 然后用手抄一遍 这信一看就是一份抄写的 因为是很干净的 那只出现了一个错字滑掉 其他的都没有做改动的 那么一般的人如果要写这么一封信的话 通常还是会有写错或者修改都没有的 这就说明了这一封信是抄的 是先用电脑打印出来以后手写一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注意到有两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多写了一个得字 但是如果是手写你心里想的就这么写下来的话 通常的不会联系写两个得字的 但是如果是抄的 那就容易出现这种错误了 因为已经写过了 忘了又再写了一个 或者输入的时候就多输入了一个得字了 因为你输入的时候多敲了一下键盘 那么不就多出一个字来了吗 对吧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把公元七世纪的公元写错了 写成了国家公元的公元 那这种如果是边想边写的话 是不会出现的这种笔物的 因为国家公元那个园子 比公元七世纪那个园子更复杂 要出现笔物的话 只会反过来 你想写国家公元 结果呢 把那个公元写成了公元七世纪的园子 所以这个呢 也表明是输入的时候 那输错了 首先跳出来的是国家公元的那个公元 所以一敲的话就敲错了 那么在抄的时候也抄错了 所以最封信可以说是一份抄的稿 现在还喜欢用手写来写信的人 通常呢 都是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错的 有显摆的成分在里头的 但是呢 你看这封信 它的汉字是写得非常的难看的 歪歪扭扭的 一笔一画的 写没有一笔连笔的 这个呢 一看就像是小孩写的汉字 但是这封信的内容明显 不是小孩能写出来的 有的用语措辞是很复杂的 是明显的 是一个大人写的信 那么大人写的信 写出来的 这是小孩写的汉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那就是这个呢 那是一个学汉语的外国人写的 外国人学汉语 学中文 学得再好 汉字也是写不好的 我没见过 我认识几个学汉语的美国人 他们呢 有语言天才 讲普通话 非常的标准 比我还标准 你如果不看人的话 会以为是中国人 在讲普通话 但是呢 你让他们一写汉字 马上就露线了 一看写的字 那就是小孩 中国的小孩 写的那种汉字 他们写不了行书 只会写凯书 然后是一笔一画的写 写的呢 也是歪歪扭扭的 没有任何的章节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写汉字 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从幼儿园小学 就被老师逼着一遍一遍的 抄写同一个字 这么练出来的 所以到长大之后 你写的汉字 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了 一看就写得很自然 虽然有的很好看 有的写得很难看 但是那个字一看 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 写出来的 而不像小孩写的那种汉字 一看了就是很别扭的 那么写中文写汉语的外国人 他们写的汉字也是属于最终 因为不是从小练出来的 你长大之后再怎么练 也练不好的 所以在外国人当中 是没有书法家的 日本的韩国那不算的 因为他们有的也是从小就在练汉字的 所以语言天才是有的写字的天才 我是没见过的 这个是必须从小就练的 看以色列领事馆公布的这封信 那个字一看 就是小海体 也就是是一个学中文 学汉语的外国人写的 而且由于这个人 他实际上汉字写的也不好 是根据一个打印出来的 这么一个文字稿来抄的 所以有一些最常见 最简单的汉字 他也写错了 比如说里面把分都写错了 上面本来应该是八 他都写成了人 并且的且 有的地方是写对的 但有的地方又写错了 里面多了一横 本来应该是两横 他写成了三横的 真 里面本来应该是三横的 结果他反而写成了两横的 组织的组 他有的地方写对的 有的地方又写错了 也是把那个且写成了三横的 还有自己的且写成了义 所以像这种最简单最常见的汉字 中国人是不会写错的 因为从小学一年级 甚至更早 人在幼儿园 就已经在写了 是不可能说把写一个且的时候 给多写一横的 少写一横到有可能写潦草了 但是你多写一横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云内超写的人 他并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 是写中文的 所以写字不熟悉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那我们再看这封信的内容 他的措辞用语 读起来也是很别扭的 不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而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里面有一个句子 但凡是有点良知和认知能力的人 都应该分辨的出来 一个被全世界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 去疯狂攻击以色列平民的行为 意味着什么 这念下来都要大喘气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别扭 这么长的句子 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吗 我们一般说话写信是不会用这么长的句子 这个就所谓的欧话句子 是从欧洲的语言翻译成中文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的 而且你仔细推敲的话 这句话其实是不通的 意味着什么 是不能靠分辨的 而是要用知道意味着什么 明白意味着什么 而不是什么分辨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原文是英语的 ter那就通了 因为ter除了分辨的意思 还有明白的意思 还有了解的意思 还有知道的意思 所以这个句子明显了 是一个不是汉语为母语的人写出来的 翻译过来的 所以这方式明显那是假的 不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而是一个学汉语的 学中文的外语国人写的 中国人当中支持以色列的人很多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中国人来写呢 因为你找中国人来写的话 有可能对这个人说出去不可靠 对不对 所以还是找以色列人自己来写 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呢 也是因为过于自信 高估了自己的中文能力了 觉得写出来没问题 不会让人看出有什么破绽的 以色列是经常干这种事的 我还以前在分析 加沙禁礼会议院被炸事件的时候 就提到过 以色列军方为了证明 那个是恐怖分子的火箭掉下来炸的 公布了一段好像是窃听来的录音 是两个恐怖分子的对话 我在节目里头说过了 那些懂阿拉伯语的人一听就知道 这一段对话是伪造的 英国的帝师频道 也去找懂阿拉伯语人 核实过了 那段对话不是两个加沙人的对话 口音不像 用语也不像 而且是两个阿拉伯语也讲的 不是很好的人的对话 那为什么不找加沙人来伪造这段对话 以色列人也是很容易找到加沙人 因为有不少的加沙人在以色列打工 这同样的也是 找加沙人不可靠 有可能的被讲出去 其次了 这是对于自己的阿拉伯语博弈 太自信了 跟这封伪造的中国人的来信是一样的 以色列人造假 往往是过于自信 所以就显得很拙劣 我再举一个例子 前天 以色列军方打入了 在加沙的儿童医院 说发现了他们的地下室 是观人自由的 他说在墙上 看到了一个单子 一个日历 上面呢 每一天看守人自的恐怖分子的签名 但是懂阿拉伯语的人 你看 那个所谓的 什么恐怖分子的签名 其实呢 是阿拉伯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就是星期 即使不懂阿拉伯语的 你用翻译转件 翻译一下 做一个对照 也知道 那表示的 就是星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拙劣的造假 让懂阿拉伯语的人 或者不懂阿拉伯语的人 只要留个心眼 拿翻译转件 翻译一下 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呢 以色列军方就敢把这么假的证据 拿出来 以色列政府造假前科累累 是我知道的最喜欢造假的政府之一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造假呢 这一方面呢 是觉得造假是一种震荡的手段 无所谓的 为什么认为自己有更崇高的目标 为了国家利益 为了反恐 为了消灭哈马斯 只要这个目的政党 可以不择手段 造假 也是可以的 所以虽然以色列号称是个民主国家 但是呢 他的做事的方式 是很不民主的 跟一个专制的国家 更像的 造假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另外呢 造假 造谣 是占领舆论高地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一个事件出来了 我先把谣言给散布出去了 把这个舆论给造出来了 那么等过了一段时间 被发现哪个是假的 被戳穿了 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太多的人 还去在乎这件事了 一个新闻的周期已经过去了 又有别的新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了 所以造谣 是总是辟谣 要有效的 比如说吧 关于加沙经理会医院被炸 那个事件 以色列军方一开始就说 那个不是我们干的 是恐怖分子的火箭失灵掉下来 炸的 列挤了几条理由证据 后来的这些证据都被发现 是假的 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呢 那是以后的事了 等到人们开始陆陆续续的 发现那是假的 那些证据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 很多人呢 对这事已经不关心了 已经失去了 兴趣了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些一贯喜欢造假的人 喜欢造假的政府 一定要留一个信念 要有记性 不要轻信 他们的说法 免得呢 受骗上当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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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